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对从小孩来讲都很有帮助 因为我今天看到很多小朋友 是 其实在我自己的孩子 我是三个孩子的爸爸 从小就帮助孩子手脑协调地去运动 其实可以刺激他脑部的发展 因为他们还没长好 所以需要这样的一种刺激的方式 听你这么一讲 我这把年纪几乎就没有希望 没有 当然长大之后还可以有 发展还是会有的 比如说真的在运动的过程当中 人也会变得比较积极 脑内飞多巴胺的产生 让你思想不一样 对 甚至它可以提高你在工作时候的专注力 创造力 也可以提升你的工作效率 所以运动有太多的好事 鼓励大家一起动起来 掌声给一下我们跟红兄 所以跟红兄第一次来到这个舞台 对最强大脑有什么样的期待 就是昆凌上完这个节目之后 我也跟他碰面了 也了解了一下战况 其实对我来讲 我觉得可以来学习到应该很多的东西 因为他常常讲说 身体发达 头脑就简单 我主要也是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他不一定头脑就简单 今天我来到这边 想看到一些这种最强大脑的人 能不能让我这个最强身体的 能够有一些交流 让我在这个上面可以学习一下 是 那么谈到跟红所期待的精彩的比赛 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的荣耀席位 是有一席 由郭飞荣占据着 今天呢来到了第三场国际试炼赛 由哪位选手能够拥有一席之地呢 我们就一键分晓 接下来要进入的是 六维赛道 你们在国际试炼赛当中 要废蕾的是哪一位选手呢 请看 Scott Wilson 现在是英国的选手 好 现在我们就有请来自英国的 Scott Wilson 好归 二十 好点心的英国人啊 嘿嘿嘿嘿 嗨嘿啰 thing 太高了吧 啊 scott wilson 身高多少 哈哈哈 196cm 哇 哇 196 hello i'm scott coming from cambridge in the uk 变巧了 exciting to be here to compete against some of china's greatest minds 好冷酷啊 好酷啊 呃是第一次到中国吗 啊 yup i was here for the past week actually before 啊 seeing some of the amazing sights this country has to offer i climbed huangshan and was amazed by the beautiful view 很悠闲 我很超胜券 看样子你心情非常的放松 对未来的比赛 你怎么看 i'm excited there's six components i understand yeah which leaves a lot of potential for something quite exciting as a challenge 我们也希望你在这个比赛当中取得好的成绩 请你到观战席就位 像那个武打电影里的外国大力士 这看起来就是 来世兄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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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印象其实就是他很高很帅吧 如果我跟他同台竞技的话 那我只能在脑力方面赞强他 啊我看六位赛道的同学呢 已经坐着有一阵子了啊 所以我想问一下 你们当中有谁能够坐到那个席位当中去 谁 好 你要聊 这个不是应该回答我吗 真的不是在干什么 大家为什么都指得那个耀梁 我猜呢可能是耀梁是在这里边唯一一个获得奥赛金牌的选手 是这样吗 因为颜奥的同学其实是那个清华计算计系非常强的一个同学 所以我们都非常希望他能够跟那个外国的选手去对战 然后我觉得他是那个获胜距离最大的人 我其实还是感到很荣幸 因为能够在相处的这几天里获得大家认可 我还是非常开心的 其实在我们这个赛场上呢 德国奥赛金牌当然很重要 但是六维赛道 我们保证这些题目是你们以前绝对没有做过的 不管在任何一种类型的奥林匹克竞赛上面 你们肯定是没有做过的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是变数很大的 那接下来我就希望各位选手真的是好好的去理解题目 你能不能快速的把你以前的知识 你以前掌握的方法对应到这个全新的题目上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重要的一种能力 是 今年呢其实我们有很多的项目开始回归了 包括一些专项的选手 所以呢六维呢是一个比较综合的 就是这种可能性就会变得更加的扑索觅力 无论是记忆啊观察啊推理啊 这些都会有 接下来的比赛我是很期待的 因为六维会出现很多好玩的游戏 咱们那个不会凉的好不好 只此轻律 土壤是树木生长的家园 合理选择土壤才能更好的种树造林 试地试树方能只此轻律 十二位选手将根据土壤质量分布图 合理排布七个规模大小不同的树苗矩阵 使七个树苗矩阵中的所有树苗 满足土壤质量分布 可全部存活 且每格土壤最多可种植四颗树苗 现场将放置三十六张土壤质量分布图 根据植树规划的不同难度 设置不同积分 挑战开始后 每位选手可任意选择一张分布图 开始进行排布 成功完成则获得对应积分 限定时间内 累计积分排名前八位的选手挑战成功 请你们运用强大的推理力 争分夺秒 全力以赴 我感觉有点像层叠消融 对 它只是不用消 它也是叠在一起 它也是叠加的 你们两个说一点我们俩能听懂的 明明都是中文为什么起不到交流的作用 好 那我们再理解一下这个项目的规则 选手会收到这样一张目标图 不同的符号就代表这个格子要种几棵树 打叉叉的就是这里不种树 三角形那就是种一棵或者是三棵 圆圈就只能是种两棵树 四棵树那就很明确要种四棵树 每一个目标图对应的是这样的七个矩阵 一乘一就是在一个格要种一棵 二乘二就是在一个二乘二的小方块种四棵 同样三乘三就是你找一个九公格 种九棵 四乘四你找一个十六公格种十六颗 然后把这七张图叠加起来 形成这个目标矩阵的样子 哦 我们这里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题目啊 我们学习学习 哦 我这一做完了 啊 垂钵就做完了 你看这个三跟这个四之间叠在一起以后 你差哪个格子 哦 左边的这边的 对对对 所以我要靠近这个左边的三层 对 我试试看 作答错误发誓 啊 你这个算错了 哎 这个位置不对 应该是下一格 所以这个题是容易看错好的 这题比较简单的是就是这个四乘四 他替我们节省时间 对 其实挺考验备战 嗯 其实难度一就是拼手术 对啊 那我们呢是一共有三十六道题 我们有两种难度 这个一份这个三份说明左边的简单一些 对 第一个难度打叉叉的就是这里不中数 难度二呢就少了一个信息 没有叉叉 所以圆圈呢代表两种情况 一种呢是中零颗 一种呢就是中两颗 那他可能性就变得更大 对 要思考跟推理的内容就更多了 如果要是没有这个叉的话 你就很难判断了 上来能排出的东西少了很多 对 感觉难度二真的可能难度一不是一个差距 这不是一种东西 救命 就掉了 怎么做 一分题它的大区块是非常好判断的 你可以根据零的那个位置分布 把一些大区块卡死在一个角落 或者是特定的一些地方 但是三分题就没有办法确定 因为它的零和二是同样的一个标记 所以你就要通过不断地试错的方法 来去进行一些排除和一些组合 所以难度二的题其实是比难度一的题 上了我觉得不止一个档次的 好 做完了 他太厉害了 我要换位置 他已经做完了吗 太厉害了 备战的时候没有遇到我做不出来的题 我觉得我这把稳了 潘姐姐叫我第三题怎么做吧 就是盲猜这两边都是零 对 然后呢 然后这里有一个三 这里有一个三 哪里有一个三 这里有一个三 这两个比较好判断 对 然后四要么在这里 要么在这里 对 就把两个二怼上 然后你就数一在哪里就行了 你这个太 哇 这是我潘姐 那我们赛制呢是一个抢答的机制 我们一共有三十六道题 十二个三分跟 二十四个一分 二十四个一分 就看每个人能够抢到多少分 抢啊 对 那另外我们这里也会罚十 假如说做错了的话 就会罚十五秒 然后一直要做对 你才能离开这道题 做下一道题 不能中途放弃 你有可能就栽在一个上面了 是的 选了你就得负责任 所以也会考验到选手的选择 这很简单的换算吧 做一个三分的时间 够不够你做三个一分 嗯 盯着一分 可能很快我就解完了 盯着三分 有可能解不完或解错 但也许又有类似 像这样的库里的人出现了 他就得先弄三分 看他们对自己的这个信心了 一分题跟三分题 其实难度差距还蛮大的 赛场上如何去选择 你先做哪个 后做哪个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你说碰到这种题 上去整个一大半时间 是 这说明我们应该先做难度一 抢难度一是吧 对 抢 我觉得大家应该 一开始都会升抢一 一开始肯定没有人抢一 不 我觉得不一定 我觉得搏一搏单车便摩托 这个题其实跟我们平时大家收拾 屋子做家务很像 大的活先干了 然后那些细缀小小的 该摆放再摆放 像现在是春节快要到了 对 家里这除了要大扫除之外 这半年货我就是主要的力量了 制办年货的时候 你一定不要忘了家里的小朋友 今年最强大脑就给父母们 推荐儿童的专属年货 我们的QQ星原生DHA纯牛奶 每包是含有23.4毫克的DHA 而且配料只有生牛肉 不错 我马上给小朋友安排上 各位选手请注意 本轮挑战的12位选手 累计积分排名前8的获胜 现场共有36道题面 难度1分值为1分 难度2分值为3分 挑战开始后 每位选手进入主现场 自行选择议题开始作答 限时30分钟 看谁冲第一个啊 这个门的宽度 不足以12个人同时冲出来 要谁冲得快了 新年喝QQ星原生好营养 脑力全开 事不可挡 3 2 1 比赛开始 加油 加油 哪个是1分的 有人做1分的 先抢1分 很多人做1分的 场面上一共60分12个人 那我拿到6分是一个很稳妥很安全的分数 有24到1分的题 难度也不是很大 如果我能做3到或者以上1分的题目 那么我比其他的选手有一个较大的领先了 好 我在背上间难度1的题我是比较快的能做出来的 但是我难度2的题可能需要花上一段时间 一共60分 平均下来每个人基本上有5分 所以我就尽可能的先去抢到1分题 保证稳静的一个名次 所有的人都是先做1分 除了刘靖昌 只有刘靖昌是3分的 这个慢啊 有这题挺难的 我在背上间的时候 做1分题和做3分题的所用的时间 它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选择3分题 就是觉得这3分题可能比较划算吧 那题好难哦 你看1分题有差的辅助 选手只需要推理三角形 代表1还是3 但是3分题呢 三角和圆形都是未知的 排面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 就是说一开始肯定把1分能先抢光嘛 邹宇答题1题 总积分1分 哇 邹宇已经答了1分 1分题的提示项会稍微多一些吧 比如它会给出X或者4的这种限制一些格数 通过先做大格4乘4的 然后慢慢再把三胜三二超完 和一筹一个填补进去 就可以做成了 先有一分弄高 对吧 对吧 对 他做完一分之后 他还继续做一分咯 那策略就是最后的时间 慢慢做这个三分题 宋兴泽作答一题 总积分1分 宋兴泽他也是换一个1分的 潘子卿作答一题 总积分1分 潘子卿他也选择了1分题 所有的人都是先做一分的 哎呦 哎呦 答错了 大家联系的做出来一分题 那也就意味着 题目会越来越少 所以我压力是在逐步增大的 非常紧张 哇 我做出来一个 周宇已作答三题 总积分三分 哇 周宇已经打了3个1分的了 哇 太强了 周宇来做三分题了 哇 周宇 周宇好棒 这么猛啊 哎 周宇为什么不继续做1分题了 1分题还剩4题呢 大火的那个做题速度都非常快 如果我再抢一个1分题的话 会耽误我去抢3分题 那个时候可能对我的这个分数就有影响 所以我果断先抢了一个3分 潘子卿已作答3题 总积分3分 哦 潘子卿 潘子卿速度很快啊 他赶上来了 潘子卿已经做完3个1分题 又选择了1分题 我小分做的挺快的 大题上的话 我其实不是非常擅长 所以我就小分抢的够多之后 慢慢悠悠地做完大题就可以了 帅哥美女们加油啊 程家伟作答两题总计分2分 杨耀良作答一题总计分1分 李可仁作答两题总计分2分 顾思瑶作答两题总计分2分 宋兴泽作答两题总计分2分 詹景凯1题 郭卓然2题 程家伟3题 杨耀良2题 宋兴泽3题 潘子卿做答4题 潘子卿现在做了4个1分题 已经没有1分题了 你看那边所有都被站过了 杨耀良2题 杨耀良2题 还想做1分题 但是已经没有1分题了 场上已无1分值挑战题目 像大家都来做3分的了 刘津昌 刘津昌到现在还没做出1题了 刘津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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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刘津昌 刘津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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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分的都是比较难的 你看 现在还没有任何一个选手 做出3分题 成本 阶ivas 是所以 如果说有一个做一分的能够 Sail 所以如果说有一个做1分的能够答对3分的题的人 这人肯定是特别厉害的人 他做出来了 宋兴泽 做达四体 总积分六分 宋兴泽 他做了一个三分 这宋兴泽很厉害 三分体没有对于空地的提示 那么标出四个树木 所在位置的这个信息 就成为一个唯一的关键点 所以说通过这个 可以比较方便地找到突破口 宋兴泽第一个 做出三分体的人 所以他现在还有机会 继续做三分体 那他基本上要索运第一了 刘俊昌被卡住了对不对 对 太难了 这个刺激 你就看他现在这个分数 如果打对了三分 他还是有机会晋级的 他要打对 然后再去做一个 对 但是如果有人抢走 最后一个三分体 刘俊昌就很危险了 其实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个策略 你做一个三分体的时间 到底够不够你做三个一分 其实不值 不值 不值 在备战间的话 我每一次四成四的举刃 都是定得比较准确的 但是当时压力比较大 所以第一次没有参加正确 推理就总是受补 改正之后慢慢才能做出来 所以大师做得比较慢 刘金昌作答一题总积分三分 可以 终于做完了一个 所以他现在还有机会继续做三分体 陈启航作答一题总积分一分 哇 哇 大哥 没提了 没提了 没得选了 你看 他没得做了 现在没有空台了 还有提吗 没了 他没提错 他是不是就直接击辅了 场上目前已无挑战题目 作答成功的选手请等待 拜拜了 没了 没得做了 他们现在肯定直接固定在自己台上做了 因为他们有三十分钟时间 走他也做不了别的 对 那现在会打平 你看现在的六到九名 如果他们的三分体都做出来 就打平了 那就看时间了 我做第二到三分体的时候 心态其实是非常放松的 因为当时我注意到场上已经没有提了 而且我知道我 毕竟还是稍微地有一点实力的 这到三分体已经做出来 哦 不做完了 做出来了一道 刘金昌作答两题总积分 六分 六啊 总积分成做两个三分的 六啊 两题集六分 就是真恨公司的 他是唯一一个上来就奔三分体来的 所以他其实对自己的实力是有信心 他才选三分体 对 他肯定是做了一个计算 场面上一共六十分 十二个人 平均是五分 大家不会分得很平均的 那我拿到六分 是一个很稳妥很安全的分数 嗯 那如果刚才那个人先抢到 他就完了 他就完了 对啊 陈启航就比他慢了一点点 没听说 你不做第二题我就能上了 没关系 都不跟我留一起 刘金昌是安全的 现在就是李可仁 顾思瑶 郭卓然 羊羊凉 四个人的速度 对 最慢的那个人不会晋级 哎呀 所以啊 真的不好就要凉了 对 羊羊凉真的很危险 因为他正好在那个 不安全的区域里面 他第九 看速度了 他必须得做出来 他要做不出来就 就没了 就跟着不来了 我回头看一眼大屏幕 当时排名第九 我发现六七八 其实跟我一样都是做了两到一分体 这时候我意识到 我必须尽快完成眼前这套三分体 才能早于他们晋级 羊要凉 作达三体 总积分五分 哦 哦 我还来了 要凉 要凉不用凉了 好像平均每个人是三道题左右 应该是 所以他如果做了四道题 他对吧 已经把别人的东西抢了 比如第一个人跟第二个人 侧的是不一样的 第一个人他想的是 我我第一个人走量 第二个人走质 对第一个人走量 第二个人走质 然后第三个就是 也有点想走量 都有点 对 所以现在就是宋兴泽三分做出来 稳稳第一 做不出来也不会淘汰 对 因为第八名超不过他了 对 宋兴泽作达五题 总积分九分 哇 可以行啊 哇 宋兴泽的铁定第一了 九分非常多了一点 对 没有人能踏过他了 这个人真的挑一几几分了 哦 强啊 九分遥遥远远远远 一路才六分 他一个人拿了一分一样 就好像太强了 太强了 太强了 我的策略基本上成功了 这个班农在意料之外 也是情理之中的 顾思遥做题三题 总积分五分 哇 顾思遥也安全了是吧 安全了 好强啊 这周宇长啊 周宇做一分题是最快的 他是第一个做完一分题来做三分题的 他这个三分题大概用了得十五分钟 看来那个周宇做的前三道题都比较简单 噢 醉了很快 对 现在应该要打多了 三分题的时候 我稍微地晃慢了一下节奏 因为那个三分题的难度很高 我一上去就看到了八棵树 那是我们之前在悲战间里没有遇到的情况 所以那个三分题 我耗的时间稍微多了一些 但我很好奇 为什么紫青现在打三分题卡这么久 这不是他的实力 三分题的话 肯定难度上要比一分的题要高 而我花了一些时间去想 就是大的直死轻率的图块怎么去排步 确实是在找策略上花了很多时间去找 周宇答题四题 总击分 六分 周宇 周宇 过来了 一上来的思路肯定是按照八棵树 以及极有的交替去试 八棵树它肯定会叠加很多层 所以在那个地方就不停地尝试 最后我就肯定把这个三分题给做出来 周宇的成绩非常的典型 周宇是做了一个三分 三个一分 他这是最保险的 对 其实现在就看后面三分题是不是都能做出来 反正五分的肯定是淘汰不了 嗯 也就四分 四分的还有点悬念 那个陈嘉伟一人之下也是的 还有机会 可以 可以 做出来了 潘子清 做达五题 总击分 七分 九分 九分啊 紫清 我也没把汗 我真的为你没把汗 顶住压力啊 陈嘉伟做出来了 陈嘉伟 做达四题 总击分 六分 他也做出来了 他做出来了 做出来了 果然 我就知道不会落下你 做达时间剩余最后三分钟 就是说前期的盘面是定了的 就争第八了 谁要是把题目做出来 谁就是第八了 如果都做不出来的话 他就李可仁 金击 对 两分钟 我的妈呀 他能不能做出来了 张建凯应该没了是吧 有吧 他只要做出来不就四分了吗 就堵他俩被做出来呀 郭仁 加油呀 我我最看好的弟弟 弟弟 加油啊 可人 可人 我看到这个题的时候 其实没有太大的把握 然后加上我剩余名额不多了 这个时候就更紧张了 一分钟 别看了 卓仁 快坐吧 他越看越来越大 来个三个真的是生死轻活 随便想来一个人杂志来就结束了 哎呀呀呀他紧张了他紧张了 可能都做不出来我跟你说 就是哪里哪里卡住了 嗯 我现在是从这个时候可能就这样 五 四 三 二 哎 又大屏了 想从日本那边拿一份真的好难啊 已经很棒了啊 放轻松喝点Q星原生DHA纯牛奶 每包23.4毫克原生DHA 你的运算速度 架足马力 争取进入中国战队再战日 好的 水哥 QQ星中国行 QQ星原生营养儿童牛奶提醒您 最强大脑燃烧把大脑精彩 稍后继续 最强大脑燃烧把大脑精彩继续 买QQ星儿童牛奶逛京东 搜一粒巅峰盛典州 儿童专属年货就选QQ星 本节目由QQ星原生营养儿童牛奶 独家冠名播出 下载天工APPAI触手可及 解锁最强脑力 感谢能搜能聊能写的超能AI助手天工APP 特约赞助播出 五 四 三 二 一 比赛结束 哦 没有了 可人进了 哇 滴滴 系列和QQ星原生好营养 助力脑王闪亮登场 我们祝贺八位选手挑战成功 唐博 小宋是你的校友 对 你什么专业 我是学物理学的 物理是我们学校的传统强项了 学长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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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贯的说法呢 就是用最嚣张的语气说最软的话 你给我重复啊 我们就是比不过 我们就是比不过 我的学弟今天非常厉害宋星泽 少见的交代能拿到全场第一 骄傲一分钟 大家的实力是一方面的体现 今天星泽拿到第一 更是策略上比较优化的一个体现 对比着说金昌 第一题耽误了比较长的时间 当时看到启航做一分题 比你大概也就慢了不到五秒钟 其实就是他跟你在抢最后一个三分题 我抢到我B做出来吧 我三分题在线下就没有出过意外 如果没有抢到按你赛前的推演 三分绝对不是一个保险能晋级的分数 刚刚他第一个三分题花了很长的时间 可是他第二个三分题 好像两分多钟就做完了 所以做完第一个 对做第二个有很大的帮助吗 特别是在思路上解题的方法上 其实不是我第二个做快了 是第一个做慢了 完了 这个梁子结下了 梁子结下了 我得说一句 这十二位朋友一上来 其实都着急了 站进来观察一下大家的选择 再选择自己是抢一分还是三分 都来得及 希望大家吸取一点这些经验教训 思考一下接下来要选择什么样的战队 药良还在第六位 我是第一题的时候稍微卡了一会儿 可能一方面是跑出来觉得有点吵不上气 没有热身 因为是跑出来的一些选择最远的桌子 就觉得心跳远加快 对一些区块的判断也出现一些问题 刚刚他讲药良跑出来之后 因为你看这距离挺远的 有时候心里紧张 加上简单的一个快速 心力一加快 确实会容易影响到你大脑的运转 刚开始觉得药良应该是很有机会获胜 也快把我们吓到一身冷汗了 不会他真的要凉了吧 所以我觉得什么都说不定 太刺激了 这是六位赛道的第一场比赛 就像大家刚才所说的 可能绝对的难度不是那么的高 选择策略占的成分大一点 所以接下来的题目 我们一定会把选择策略成分降低到最低 在接下来的比赛还是要拿出自己真正的实力来 最强大脑还是要用实力说话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挑战资格赛 信念和QQ星原生好营养 助力脑王闪亮登场 进入备战时刻 原包自动机 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 为模拟生命系统所具有的自复制功能 提出了原包自动机理论 随后著名数学家康威创造出原包自动机的最佳样本 生命游戏 在一个由方格组成的二维举形世界中 每个方格都可放置一个生命细胞 而每个细胞迭代后的状态 由该细胞及周围八个细胞状态所决定 八位选手将收到一张初始细胞图 根据康威生命游戏中 B3S23的细胞生存规律 推理出五秒内每一秒迭代后 产生的新细胞图 并从现场若干细胞图中 找到每一秒迭代正确的细胞图 限定时间内率先完成挑战的选手获胜 请你们运用强大的推理力 征分夺秒全力以赴 欢迎进入天宫开悟时刻 与能搜能聊能写的天宫APP 一起学习原包自动机 大家了不了解这个康威生命游戏 好好好 不了解 不了解 略知一二 略知一二 怎么让我想起了医院里的呼吸器 所以我们还是先要了解一下 这个康威生命游戏的规则 来 我们看一下动画 那我们的题目就是这样一个 20乘以20的格子 细胞黑色就代表这个细胞是存活的 白色呢就代表它是消亡的 那这个细胞存活的状态 是由它自己和它周围的 这八个格子的存活状态来决定的 所以就是跟我们说的 这个B3 S23的规则 这一个细胞中间是白色的 现在是消亡的 它旁边的这八个细胞 如果有三个是存活的 那么它下一秒就会新生 所以这个叫B3这个规则 那另外一个S23 S就是 survive 继续存活 就假如说这个格子它是黑色的 这个细胞原本是存活的 它周围的这八个里面 有两个或者三个是存活的话 那么它下一秒还继续存活 假如说它周围这么有五个存活 那它下一秒就要消亡 这就是S23 那这个就是B3 S23的规则 就是康威生命游戏 康威其实一个人和 比如不足之间的关系 你可以这么去理解 当一个人在这个环境中 如果少于两个或者是少于三个 他就太孤独了 可能因为孤单而死掉了 所以这个细胞就死了 但如果人要太多的话 是不是资源不够用 然后又会消亡 所以就是三是一个分界零 所以为什么你看它那个横线 横着如果是三的话 那下一步变成什么 下一步就变成竖三 横三变竖三 其实是生命游戏里 一个恒定的变化模式 九宫阁中间的黑色 因为左右有两个细胞 会持续存活 第一层中间的 因为周围有三个细胞 会在下一秒新生 第三层中间的 也同样会新生 第二层左右两个 因为九宫阁内 只有一个邻居 下一秒就会消亡 所以横三图形 下一秒就会变为数三 这样的话就会出现 有一些矩阵 会是一个永恒状态 是不变的 但有一些矩阵 会出现什么 出现震荡状态 我就当我听懂了 你继续 我听得挺明白的 但不清楚 完全人还挺奇妙的 原来有一句话说 一个人大概是什么样子 就受你周围环境的影响 对 人不能够独居而活 还是要有朋友的 有相聚也能分享 对 以前我记得杰伦每次写完歌 他一定要怎么样来听一下 然后一完就问你怎么样 好不好 当他一直追问 你看着你的眼睛的时候 你这时候说不好都说不出来 其实他自己对这音乐有信心 但也希望得到别人的一个肯定 那我们可以说出 好在哪里 更能够鼓励到他 是 所以你要学会群体一起生活的时间 对 我最喜欢的这个聚会 还真的就是这样 四五个人 三四个人一起 就这样的话 每个人你都有了解 然后大家的信息也充分交换 我们这个配置就很好 我周围有三个人 我还能再活下去 资源也够用 也不会那么卷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下面一张图画 到时候呢 我们的选手会先拿到一个初始的细胞图 然后他就要去推理 他下一秒 每一个细胞的存活状态是什么样 最后组合成一个什么样的图案 一共要推理 五秒细胞的存活状态 好 然后现场我们挂了很多这样的图 现场会有很多的干扰像 比如说第一秒 你看 这四幅是不是都很像 对 是 所以他都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的 那选手就需要排除干扰 他不能仅根据一个大概的样子去寻找 所以他还是要必须把每一个都弄出来 是的 这个是男的 挺男的 我觉得这个要看他们的做题的策略了 看他们能不能在短时间之内找到一个窍门 看题 烦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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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什么技巧吗 杨哥 你学计算机了 我计算机也不学这个 他们这个好乱 好大 这眼睛都花了吧 大家来找场 我很瞎 我看不出来他们有什么区别 4个 11 做大错误 那我们这个项目也是有发食的 假如说他第一次做大错误的话 会发食30秒 假如还是这一秒的细胞的存活状态 他还没找到 第二次又错了的话 就发食60秒 发食是会不断低增的 所以假如错了的话 那对他们的心理也会产生更大的压力 如果要判断第一秒是这张图 好像挺明显的 是吗 就是怎么判断 因为你看其他图 它下面很空 没有 没有了是吧 然后你会发现就这张图下面有东西 对 17到24应该是第一秒的 然后你看看找不同 你先找图的不同 对 我也是想说 我们先看那八张图 哪几个格子不一样 然后再重点回来看那个 比如说先看17和18 哪不一样再回来看 李可仁在分享策略 现在大家的策略是 到底要不要听最后一名给的建议 我觉得你也靠过来吧 不要再这 你观察的时候肯定是过来观察的 这个应该是白的 对 这个排除了 对 然后18 19 然后这个底下是应该有四个的 那这两个就没了 还剩19 21 对 对 然后你再看下一个 还是排除法 对 实在好21有什么区别 他要是不在一起看区别好难 是的 没找到区别 我也没找到区别 这地方 这地方 这两个地方不一样 是 这中间差了三个 这个差了两个 我都已经花了 这样咱要不然先不找了 先休息 我也知道 有感觉 方法已经找到了 对 因为我现在看那个盒子 我已经眼花了 我觉得我们应该低点眼药水 对 现在就看谁快了 这很考验观察力 这个是某种意义上是有天赋在的 我30跟32找不到任何区别 各个门 30 32 那我们帮你一起看 我找到了 等你等 别说 我来看 你也没看出来 这 找到了 找到了 方块的位置不一样 方块上去一个 这个好难看 7 8 那就是30 好了 好 好了 好 挺好丑 起完了 拿到备战的题 先自己做一遍 确保我策略还算有效 然后再去跟其他人分享 你有什么技巧吗 我记不得那么多 我感觉光纪他们的坐标是要记半天 你四个脚坐标要记的 你看他离四个脚哪个近 然后记坐标回去找 我的概念还是正确 就是它的方块是会越来越少的 整体上来讲是会越来越少 或者说你二三四五可能看不出来 但是一一定是方块最多的那一套图 说实话方块多少我也看不出来 然后就是找茶的 然后就是纯找茶 反正 潘子星姐姐给我非常多的指导 跟潘子星每次都在一个房间 都是她在主导的 我觉得比赛可能会比这个要难 这个还蛮简单的 我看的真的是非常的眼花 这把估计不稳了 感觉怎么样 如何 不会错 不会错 是吗 是 不会错是吧 不会 你自信做对 不会错 八十都没有 直接 就这样国际选手 相比于第一轮来说 这轮会稍微擅长一些 所以比较有提醒 请所有选手注意 你们将根据收到的初始细胞图 从现场若干细胞图中 找到该图五秒内 每秒迭代过后的正确答案 率先完成的选手 获胜 新年和QQ星 原生好营养 脑力全开 势不可挡 三 三 二 一 挑战开始 我看了 对吧 原来他们这几个还是都不一样啊 这个点的位置不一样啊 一个F 一个失字的 所以最后的答案是不一样的 互为干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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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设置了两种初始细胞图 有四位选手拿到的是A图 另外四位拿到的是B图 那这两种图之间只有些微的差距 所以呢 选手们找到的正确答案 其实是互为干扰相 9 然后就是3 5 这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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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 好 最后的答案类似的放在一起了 场上悬挂的题目非常多且相似 他们彼此之间只有些微的差别 那这对选手来说就造成了很大的干扰 他这个其实是跟生物没什么多大的 就是看管家 就非常考推理 你得判断他5秒之后的状态 空 下三都是点 这么快要找了吗 这都已经开始看了 他每个人的策略不一样 有的看一眼就直接找 有的先观察仔细 我们会发现一些比较特殊的块 就比如说四个点的那种正方体 它就不会产生其他的形状变化 我会根据这些点仔细分析 在脑海中推理出下一秒的大概的图案 先找手上提的一个特殊的角落 我是可以很快速的确定的 然后去答案里面找到 我这一幅图对应的正确答案组 之后我再去进行一一对照 这都已经开始看了 搞不好有个人五六分钟就做完了 哎潘子清 他应该找到了 哦抬起来了 对 潘子清 又回来了 还没出来 他应该先过去啊 先一下子一口气 找了几个可疑的答案 然后再从里面 他来这边来评估 在那里面 对 这个十字底下是2还是4 在寻找正确细胞图的过程当中 我需要不断地去跑动 来对比初始的细胞图 才能够确定最终我的正确答案 这颗有的 这颗有的 圆包自动机 你得转过去找 然后又跑近看 然后回来 就在那个往返的过程中 就很容易忘记 刚刚看到了什么 宋星泽他找完了 哎他现在输答案了 第一轮什么第一啊 看这宋星泽能不能答对啊 你看有人答错我 心泽答错了一次啊 因为我开始觉得 先通过大致的图样 以及一些边角的特征 去找到第一题 对应的八个单 所在的位置 但是没有找对那八个位置 太好了 顾 istith也答了错了 好 rho 哇 晾哥不是 faith 不要 超过多了 两不两也答错了 лично 想不开 顾 ist Thomas 那个 M 宋敬哲第二次错了 宋敬哲第二次错罚60秒了 第二次错罚60秒 越来越多 对 不然的话我就可以利用罚石我来蒙了 他们错误力这么高吗 可能 我觉得最大的两点就是 我们是分AB卷 A组的下一秒的图 跟B组的下一秒的图 可能是很接近的 那些图形都长得很相像 就有一两个的差别 而且格子数也很多 你很容易就是数错 我看的真的是非常的眼花 选手已找到第一秒迭代图 谁 我第一名 已找到第一秒迭代图 谁是第一 成家伟已找到第一秒迭代图 成家伟打了 这个厉害了 成家伟在他们来之前的内侧也是排名很高的 我是先根据初始的图像 大概判断答案是在27到32号 这个区间当中 然后去对比他们之间的细节进行一一的排除 最后确定正确答案是29号 其实我第一个做出来 我是有一点惊讶的 对于我来说 其实是一个正向的帮助吧 我觉得可以让我更有信心 去做后面的一些题目 为什么这个姐姐还没答题呢 她是朱约老师 嗯 对 29 这边随时29 选手潘子清已找到第一秒迭代图 潘子清 潘子清也找出来 潘子清很不错 哇 OK 潘子清内侧也是排名很高的 哎 排名第一是谁来的 排名第一是周宇 因为已经有同学 抢在我前面 答出了题目 所以我需要更关注到题目当中 来进一步的提高自己的速度 周宇开始跑步了 他应该找到了 看看周宇这次有没有机会啊 选手周宇已找到第一秒迭代图 哎 周宇也答对了 你看 你果然找到了 你看这个排名又跟上一轮完全不一样 这六位还挺看项目的 终于开始跑起来了 他刚才一直都一走路 哇 说不对了 雷静昌和半爹 说做不出来就做不出来 做出来就做出来 做出来就做出来 做不出来你就只能夹忙 好 他找到了 找到了 这边跑过来肯定是找到了 黄田那个看来又发现了一点 哎 他现在输答案了 看看周宇这次有没有机会啊 选手周宇已找到第二秒迭代图 哇 第二秒迭代图 哇 第二秒迭代图对了 他这个很快啊 哇 这都上来了 哇 厉害啊 谁啊 周宇 必须得停住了 嗯 这题 哎呦 这题真实 加油 加油 哎 这都一路小跑 选手杨耀良已找到第一秒迭代图 耀良还是能找到了 梁哥一个第一个做出来 听到周宇拿针的时候 当时压力其实是成倍的增长 但是很快地调整了一下 成家伟也回来了 选手成家伟已找到第二秒迭代图 哎 成家伟找到第二个 我其实也记不出他们都是谁得了一分两分的 没有受到其他人的影响 哎 潘子清 潘子清 潘子清已找到第二秒迭代图 哦 潘子清 潘子清的大对题 潘老师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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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更多的我看着像是提头并进 这个资本是提头并进 在资本是提头的 什么事 成家伟已找到第三秒迭代图 改变得图 我反超了 哇 你看是成家伟 那潘子清回来了是吧 潘子清已找到第三秒迭代图 潘子静也答对了 也找到第三个了 这越做越快 遇到越少了 他也更明确了 选手刘金昌已找到第一秒迭代图 终于 终于答错 第二次复发60秒了 在做第三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遇到了一点困难 就一直没有找出我的选择答案 就在这个地方耽误了比较多的时间 其实你每进一个新的图 都是一个新的题 它难度又是不一样 对 看着挺难的 这个景色项目 选手潘子静已找到第四秒迭代图 潘子静 这老实厉害了 我用的策略其实就是先观察离边或角比较近的区域 那么根据这些区域来判断我到底应该选择哪个分区 我的策略是比较有效地帮助我比较轻松地完成了这个题目 潘子静感觉她好厉害啊 我感觉之前都不知道什么名牌 潘子静的表现非常的超乎讲一下 所以当时压力其实是倍增的 潘子静在这道题里面是非常具有优势的 心里还是稍微的有一点压力吧 宋星泽终于答对了 我觉得这个题呢就不太会出现那种后来人哗哗的 因为它只有前面的越做越顺 原包自动机的第三题它有一组干扰项 然后我就不小心走到了那个干扰项的前面去分析 在那个干扰项面前找不到正确的答案 所以就会拖延很长时间 看看周宇这次有没有机会啊 周宇已找到第三秒迭代图 现在就要看潘子静的速度能不能 那潘子静回来了是吧 潘子静 他应该应该要确认一下 陈家伟也回来了 陈家伟已找到第四秒迭代图 哇 最后了 最后了 陈家伟和潘子静之间吧 他们两个人 潘子静有一些时间上的优势 在听到陈家伟打出的时候 会有一点点小压力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项目也是我非常擅长的 这道题的难度其实真的是非常大 只要锭下进来还是能够完成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选手潘子星挑战成功 子星的表现超乎想象 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出来这题 就是非常的厉害 对于圆包自动机这个项目 我的表现 我整体还是非常满意的 因为我也没有过多的跑动 所以说是帮助我 比较轻松地完成了这个题目 新联合KQ星原生好营养 助力脑王闪亮登场 我们祝贺潘子星挑战成功 子星这次什么策略 这次其实我觉得题目还比较简单 他这样说是轻描淡写 但我们要做真的是三天三夜 对 其实总用时才25分钟 确实是不容易 同时间在现场的压力这么多吐 然后还要走距离 走过去再走回来 有时候那个脑袋的这个图像的记忆 就会不敢完全地确定 这真的给我们三天大概都弄不换 这两场比赛 子星的发挥都非常稳定 第一轮比赛 子星是获得第二名 这一场比赛是获得第一名 其他的选手可能波动得大一点 但是子星没有 所以我觉得他自身的实力 和临场的发挥心态的稳定 至少在目前情况来看 我觉得他都是最出色的 来 我接下来问一下小宋 你在上一场表现非常好 这一场稍微弱一点 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是我的策略不对吧 备战的时候想了策略 到正式比赛的时候 很难去用得上 没有临时调整 对 没有及时调整 而且在第一道题目的时候 就选错了板块 在最后才意识到这个问题 这个六围这个赛道 是迭代最有意思的 六围的人都是 各方面能力都有 所以我希望每场比赛的 你们都一定要注意 自己如何能够升级 六围跟我们其他三个赛道 有什么不一样呢 备战会影响大家的成绩 甚至超过一半 甚至还要更多 备战的过程当中 你们商量吗 会讨论一些 其实第一轮就是 我向潘姐学习了很多 这种做题方法 对 我觉得备战的那60分钟 是对大家非常关键的60分钟 几位之前的脑王 杨逸 龟宇 白宇鹏 他们在备战的时候 能找到很多快速 甚至是多种方法策略 他们咱们也都是 有什么想法都会跟大家分享出来 因为探讨的过程 交流的过程 也是让自己快速 理清思路的过程 八位都是第一次 来到最想打扰的舞台 也要迅速地适应 这个备战的过程 然后能让自己 在过程中 马上提升自己 除了六围能力 更重要的一围能力 就是比赛中学习的能力 我觉得六围选手 他们会随着比赛的深入 一点点的进步 一点点的变得不同 你看到选手在其中的成长 然后你也会为之感到开心 看到其中有跌宕起伏 成长中总有一些奇妙的故事 各位也不要沮丧 因为我们后面还有机会 谢谢七位 请你们到赛道席就位 有请Scott Wilson 好 Scott Wilson 你刚才看到整场比赛了 也了解我们潘子清选手的能力 你的想法是什么 我的想法是什么 我真的很喜欢看这个竞争 我一直是一个人的 冠军的《冠军的游戏》 我认为MISS Peng 非常宝贝 她在前面的挑战中 她做出了最好的方法 我认为挑战很难 所以她能复杂得很快 很刺激 国际选手对我来说 也没有很大波动 因为不太了解 除了史瓦林 她曾经来过这个舞台 知道她很强 那么其他的话 我觉得反正哪儿的天才 都是天才嘛 天才之间就比就好了 MISS Peng 她已经显示了 她是一个全圆人 她也有一个很好的专业 为了解决定 正确定的方法 我认为她会成为 很好的竞争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 六位赛道的最后一轮 今天和QQ星 原生好营养 助力脑王闪亮登场 请两位选手 进入备战时刻 燃烧的画 据实料记载 热爱艺术的古希腊人 使用融融的热辣颜料 进行绘画 从而创造了热辣画法 今天最强大脑的选手 将再次领略 这古老的画法 见证艺术的更迭 两位选手 需在各自初始画布上 复原目标图画 初始画布中 每一格均有一个数字 表示当前该颗颜料的层数 当该颗颜料层数 大于一时 选手加热画布 所有颜料 均可向下流动 覆盖一格 所有颜料层数 相应改变 当该颗颜料层数 为一时 则不再流动 选手也可转动画布 改变颜料流动方向 最终 率先完成 复原目标图画的选手获胜 请你们运用强大的推理力 真分无秒 全力以赴我 那这个项目呢 这些画上 每一格上面都有数字和颜色 那这个数字就代表 它现在有几层颜料 加热之后 所有上面不是一的颜料格子 它会向下留一格 它的颜色就会覆盖 下面这一行的这个格子的颜色 留下来之后 原来这层画布 它只有一层颜色了 颜色覆盖 这一格变成了红色 几层呢 四层 因为有一层留在上面了 原来这个就是一的 它颜色也不会流动了 数字也不会变化了 选手就要考虑 我怎么旋转 旋转之后 加热多少次 才能变成目标图案 我觉得眼睛越来越花了 这感觉起来像是一个 平面的魔方 平面的魔方 我们手里也有一个 这个类似的题目 这啥呀 这都是转来转去 这 这个局已经做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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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要到回去的话 也必须待着这里 请凍凍凍凍凍凍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观察过 水哥评价过很多题 就是难或者简单都有过 但叹气都不多 这是其中之一 我刚刚在玩的时候 我发现到某一步的时候 我突然有一点点豁然开朗 但已经明显不对了 因为有一些边边角角是恢复不了的 就说明这条路其实已经失败了 但是大方向又好像有点大差不差 所以我不知道应该退回到哪个状态 这个题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不知道哪步错了 对 因为当你发现不对的时候 它可能中间的哪一步就已经 这回真是不好回 有可能你要回到很靠前 我这已经不行了 我就是顾得了脚呢 我就顾不了这整个的图案了 顾得了脸就顾不了死边了 这确实这要顾虑的东西有点太多了 水哥已经连叹三口气了 是 你看我这个到最后就是差一点 这已经很接近了 就是会有几个颜色消不掉 然后又不知道要回到第几步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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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道题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在备赛的过程当中 我往往不知道错在了哪一步 也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策略 去顺畅地完成这道题 所以对接下来的比赛 还是会有一些担心的 加油 杨 杨 杨 潘子柒 加油 潘子柒 加油 潘子柒 加油 他们背对背 对吧 背对背 国际实战赛六维赛道的 终极对决马上开始 感觉以潘姐的能力来说的话 应该挺快的 你要相信潘姐 潘子柒 是否能够通过 Scott 威尔森的试炼呢 接下来就会有最终的结果 听我口令 新年和QQ星 原生好营养 脑力全开 是不可打 3 2 1 Go 这不是那个 防膏 他们这个好乱 选手的初始盘面非常复杂 而且与目标图案差距很大 选手在加热之前 需要先考虑旋转的方向 和目前颜料的层数 在脑中推演下一步的盘面 这对选手的推理力 是一种极大的考验 你会没让我上吗 Wilson开始了 我还能转呢 潘姐在动吗 咱们就一道题吧 就一道题见胜负 对 谁最快完成 谁就胜利 这就是 他这是在撤回 撤回 撤回 他撤回 他先试几下 这个 刚才说很多相 这确实难 确实真的难 试 多试 我觉得要多试 燃烧的画这个项目 它其实不是看你的最多部署 如何去消除其他的 而是看你的最少部署的颜色 如何达到它想要到的区域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最短路径 所以我先不动 而是在脑中规划 潘子清也开始了 动了一步 她加热了一步 威尔森先堆那个角 他先堆左下角 跟右上角 我觉得他不太对劲 他这已经不对了 他的左边那些那三个一 已经不能再取消了 我认为我应该要花了一点的时间 在开始 再继续认为它进行 但我认为可能 因此还在机会 和点热 我感觉不过 我会使用时间 再这些远远 再去除了 它是看似规则简单粗暴 可是实际上呢 它在里面的变化是非常多的 不是说不照南枪不回头 而是说有可能你撞了以后 你不知道在哪儿撞的 在竞速比赛中的时候 每一步都是珍贵的 他没找到方法 潘子清看起来比较接近了 他这个好像有点雏形了 你看人家形状其实出来了 我感觉很像 我每一步都是深思熟虑的 确保走的每一步都尽量正确 才能够更少的撤回 太快了 其实他撤销的步数很少 我觉得他每一步都想得很完美 就是感觉把每一个边角都考虑到了 把一个大目标拆分成几个阶段的小目标 会打起来比较顺利一点 好 有戏有戏 老外应该应该很快了 他这不会有大的问题的 胖壮英国人是什么进度 这边也出来了 这边也出来了 他俩黄黎的距离是一样的 你看 他俩是一样的 那差一格 下来之后就是同样的一个1-1-8 哎 有意思了 他俩居然都像他一样 真的 你看 是完全一样的 这 这 这跟他想的 他们的逻辑是一样的 自己人要整的还挺溜的 快啊快啊不行 就抢时间了现在 这是 QQ星原生营养儿童牛奶提醒您 最强大脑燃烧把大脑精彩稍后继续 最强大脑燃烧把大脑精彩继继续 新年和QQ星原生好营养助力脑王闪亮登场 本节目由助力大小宝贝新年智慧成长的QQ星原生营养儿童牛奶 独家冠名播出 你有怎样的脑力潜质 天空APP与最强大脑联合发起的脑力挑战赛火热进行中 应用市场搜索天空下载能搜能聊能写的超能AI助手天空APP 马上解锁你的脑力潜能六维图 哇 是完全一样的 这这这这这这跟他想的他们的逻辑是一样的 这人要整的还挺溜的 快啊快啊不行这个抢时间了现在这是 他俩居然跟他一样真的你看 不用损也不差啊 快啊快啊不行就抢时间了现在 风格给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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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哦 开始轻动了 他们俩开始不一样了 哦哦哦哦 也没人忘了 兵 sex 不要 followers 你自己 你去了 遊真帮助手 我又用你劫哇 跟他说 короче 咋的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 又啊又啊又我盼紧 哇 哇 再来 再来 再来一下 对对对对 哇 耶 哇 哇 天呐 哇 这么快 真的没看到 太有了 太厉害了 新联合QQ星原生好营养 助力脑王闪亮登场 我们祝贺潘子清挑战成功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那么快 完全超出我们的想象 也超出我的想象 在备战间做这个题的时候 其实有一点头绪 但是这个策略 需要反复的去试 我觉得是在 我试的过程当中 刚好试到了 比较巧的正确的路径 所以说会比较快一点 其实我们看到 英国选手的盘面 也非常接近了 也非常接近了 所以 你需要多少时间 你会完成这个挑战 我很迫 我做了一小的错 然后我 就要重复两个动作 去试试 但我认为 如果我没有做那错 可能我会比较快 我可能会比较快 那会比较快 但我认为 我可能会比较快 黄色区域的时候 两位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特别当时替 紫青就是着急 我觉得威尔森真的谦虚了 真的不是需要两分钟 也是差这五步到六步之间 只是差反高领带这个部分 最精彩的比赛就是高手过招 而且只是师之毫礼 他们两个人 既然彼此没有看对方 但是他们的思考逻辑 几乎是一样 那可能就像威尔森 刚刚说的 他断了一个错误 而他选对了一个 这样上下就拉开来 只是觉得他每一次 在获胜的时候 表情好像比较少一点点 是平常比较内敛吗 还是 因为感冒 就是做表情可能会咳嗽 我本来觉得前面 他赢都没有这么大的表情 可能是因为还没有到 最后赢到Ska他们吗 这已经赢了 可以好好地展现一下 你的胜利的那个感受 这个比赛的进程 是出乎我们的意料 因为非常非常地快 当然我也仔细观察 两位选手比赛的状态 我看到 威尔森是比较快的 就开始操作 子清是比较稳重 比较沉着的 他是要想得很清楚 才开始动 所以这也就导致 威尔森回撤的步数 比较多 中间就可能花了一些时间 所以基本上 他都是想清楚了 才去执行这个动作 准确率是比较高 OK好 我想问一下 斯科威尔森 你刚来中国的时候 就跑到了Yellow Mountain 去逛了一下 比赛结束了 接下来 你下一个逛的目标是 Yellow River 是 好 那也希望你在南京 待得愉快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荣耀喜魏目前一位选手 郭飞荣做的 现在我们就改写了这个纪录 荣耀喜魏为你准备 潘子清 请登上荣耀喜魏 卫恩施表 对 他的学生应该替他被人 这个非常骄傲 对 他女生第一次登上大脑的舞台 然后就 反响复复的 然后这样去试炼他 真的有点像练一个 锋利的宝剑一样 就能看到他一点一点一点的 在变得清楚 两个席位有主人了 关键就在下面一个赛道 就是魔方赛道 结果如何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QQ星原生营养儿童牛奶 提醒您 最强大脑燃烧把大脑精彩 稍后继续 最强大脑燃烧把大脑精彩继续 新年和QQ星原生好营养 助力脑王闪亮登场 本节目由助力大小宝贝 新年智慧成长的QQ星原生营养儿童牛奶 独家冠名播出 感谢助力宝贝新年智慧成长的QQ星原生营养儿童牛奶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天空APP 蓝烧把大脑意志玩戏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今天的赛道魔方赛道 你们即将应对的对手 Antoine Cantin 魔方第一位 特别厉害 他两个项目都有世界记录 只有一位选手有资格迎战 Antoine Cantin 他选一个最难的 太狂脏了 好厉害 后面是激烈起来了 你看看这个汗 手都有残影 三百一秒 你看没写上 その命运完全掌握的人家